那么地府,现在我的梦就切换到地府了 又切换到地府了 地府是一样的 一个水泥房子 很生气的水泥房子 没有人家做会生的那种 花花绿绿的那种 就是没有生气的 没有生气的房子 对,但是里面有灵性在看电视 有灵性在护墙子 上面他们地府有工厂,到地府去护墙子 护墙子,护墙子就是把房间里那个墙壁扶这个墙子 护墙子 我在公交车站跟车子 那回的公交车里都是明色的和白色的 没有上的广告 中原宿看你的车子里很轻 全市都坐着 飘飘飘飘飘 清晃晃的那种 飘动 但是速度很快 一大眼就到我身边停下来了 我上车和林姓打招呼 他们都微笑着从前面 转到后面去了 然后我一个人坐在前面 哈哈哈 不老实话 他们不可怕 有的女性还很漂亮很漂亮 他们 他们穿着的衣服 是什么 喜欢穿这个 热空的那个 那个白的 米白色的那个材料 哈哈哈 就是在我们 我们人间 风沙 风沙那个热空的那个 对对对 哈哈哈 银色的口子 那么大的银色 他们主要在下面就是白色和银色的 哎 就是银色 这些也是不是银色 他们的脸跟正常人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这个 如果不正经的话呢 他脸上会变得 他会变脸的 对 对 脸上麻痹 症很深很深 而且你是特发麻辣披下来 支架又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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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说到底,有娃娃就走,好然,梦境就去了你我老爷那里了 你我老爷,那办公室都在办公室里面,他上次过去不高,黑黑的胖胖的,都在办公室里面 我说,他说你来了,我说我来了,又要把你公公了,他说不,他说,他也有事找我 我说,我有事要请教你,他说你先讲,那么我先讲了,我说第一个问题,有人认识一段小问题 这点我看穿太好,还是可以的,但是毛病,毛病没有发展,但是好像还有点不舒服,那道理,他就说了 好,你等等啊,因为你在讲话,很多听众听不清楚,所以我要稍微把你翻译一下 就是说,你见了阎王老爷,你就问他问题了,阎王老爷,你问他,你说有的人念了21张小房子,为什么身体还不好,是不是啊? 对,对,然后呢,阎王老爷怎么想讲了呢? 他从抽屉里拿了一个公文夹 他从抽屉里拿了一个公文夹 公文夹里面,加了空白的小房子 加了很多空白的小房子 还有,你看呢,报告,五八省写的报告 还有,还有就是,护法省写的报告 对,就是那个,病人在头上的三位五八省写的报告 证明,他是念了一张小房子 但是有三张小房子给孤魂野鬼抢掉了 哦,就是说,他本来是念了一张小房子 但是这个中卷里面呢,为什么不灵呢? 因为有三张被孤魂野鬼抢掉了 对,你看,跟他一张讲的一模一样 我们中卷人看起来还是红点小房子 但是烧下去都是空白的 哦,就是说,我们烧下去,虽然才是红点 实际上已经被孤魂野鬼拿掉了 对,对,对 那么,那么,我说说为什么不抓住他们呢? 他说不行,不好抓,因为 因为,因为就是他们有规定的 三位五八省,他的港位在,在这个念经的人手头上 不能,每一个人手上都为三位五八省 他不能不离五天岗位 他要记住你那分钟,就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要记住他 哦 那么,我说什么办法的话 语方,语方的那个,那个,孤魂野鬼抢掉了 他说有办法 他们有,他们,他们有个规定 就是,不能进京区 因为,进京区的话呢,就会,呃 他说像,不再来,不定生算把他定,定住 他说像把它扑下来 那么,我说什么 叫进去里 他们说,很,他说很简单 用红布 红的布 放在孩子上面 把小房子,放在红布上,点红,红点 那红布就是,进去 哦,你刚刚跟台长讲嘛 台长经常跟你们说,叫你们红布要包起来 红的小房子啊,他就,他就得以进去 就是,孤魂野鬼就拿不掉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他现在,下面的阎王老爷,教你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说,把红布摊在下面,上面点红字 那个鬼就拿不掉了 对对对 啊,你看 如果鬼要拿呢,他不敢,不敢拿 他不敢拿,鬼不会拿 小鬼拿了,为什么拿到小房子呢 小鬼知道小房子是好东西 拿了以后呢,以后到,到,到,到那个 杨树到了时候,他回到第五区的时候,他就大富翁了 哦,你看了吧 就是说,孤魂老爷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小房子,他们拿去之后 以后他们要投胎之前 他们拿到地府去,他们就 到人间就做大富翁了 对对 好了 你看 所以他们就是,如果到京市来抢小房子的话 那么他们就,用,呃,五八生之后 落下,把它落下来 对对对 落下来以后你 他要闯祸了,他闯祸了 就,就,就要挂到地府去,地域去了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如果,如果是,就是光明,白天,光天化日之下,抢小房子的话,一定会弄到地府去的 啊